说一下,今天下午都一样去看了球 有两场港甲赛事,差不多一到四点开球,四点半开球 我就去了今年港会第一次主场 也都是1886年创会,创会1838年 首次公开发售他的球衣也买回一件 港会主场的球衣也很漂亮,港会主场就输 1比3,对方流浪的前锋,刘志乐入了三球 另外两名前锋,七十七号由大埔转头的雷仙奴 和新的前锋加七号的晓菊,三位 就以刘志乐表现最好,甚至一球入得很漂亮 就是宝石波和豆渣户,最后一投资一个扭几个 港会主场就有多正的,在开谱之前会报 会有感触到真高,在中场受有挂波 这些是他们那些介绍自己的球员那些片段 都挺正的,永远都是这样的 你看外国的球赛都挺正的 入场人数也算多,818人在港会距离 你来说他算多了,好像也是第一场主场 同一时间,北区主场,不过追北区那场入场人数少一点 230人,主场和九龙城,新界和地区的球会打到都2比3 九龙城先领先两个,北区下半场尾段追回两个,九龙城又 北区下半场尾段又入多粒,2比3,很精彩 今年的港超赛事整体上,他真是长远都好看 之后去了善心小馆,去石剑尾善心小馆吃东西 因为都听到,你知道这段日子有被人围封 就说,可能有结果就要9月19日,施司有结果就说解不解封 9月19日,我当你解封,都过了中秋节 过了,真是神经 还要说,以前一向都没有事 我说你们卖两送饭的流动柜,阻定 搞到两送饭都没得卖 你知道他们的东西很便宜 实际上有些长者街坊就买他们的两送饭 连两送饭都没得卖 真是,你知道他们也有很多流浪猫 他带流浪猫去看医生等等,给家庭 都说不可以放在这里,搞到又要搬去其他地方 所以都专得去探望他 刚才和泰哥都开了一个善心的直播 大家可以听回他们的说法 由之前5月,包装的时候 煤气要你突然给多些按金 然后再去到月饼为封 然后两送饭都搞到现在卖不到 真是,不过他最好吃的 你问我都是他的豉油鸡和干爽牛 今晚是豉油鸡,也有他的甜品 他的红豆沙都熬得,他挺好的 这道山很饱 另外他的月饼 善心的月饼,不过来的袋子都很漂亮 今年的月饼,由于违封了 现在只剩下一些派给长者的月饼 他每周都会派饭,端午节会派种 中午节派给月饼 派给街坊,派给长者,派给龙中心 这些都是赈品非卖品 以前就可以买,如果下年再买的时候大家要早点订 这个是他十二王的猫月饼 家里有很多月饼,有什么牌子 之前我想订 以前我都在无名市 以前也给月饼,我也很漂亮 不过无名市之前也截了单 搞对于上海,不过截了单 但无名市的月饼,他也很棒 虽然无名市已经没有了实体店 在任华地,之前也有去过 最后那天也有去 善心的月饼在地盒 还有给你这个袋子,都很漂亮 兔子,猫月饼 都印了些猫猫上去 留心它赖黄 今年主要 今年主要是这两款 又有狗仔,又有猫仔 狗仔就是走访深黄大地 狗仔就是走访深黄大地 前两晚也介绍过 是要观堂的 不知道 开了星期一 大家可以去 善心的贼费卖品 因为今年其余都被人遗风了 那些猫猫月饼 留心它赖黄 这是它十二网月饼 十二网 下年大家 它一卖的时候要做这些 十二网 这么大 你看 这么大 我的臉 多少只猫 有时候也不少有粉丝 比如我记得 这些人 就是陈卓然 心灵 等等 粉丝 都有 用善心的那些产品 去做善事 网友说善心的五人月饼也很好吃 那么 那些五人也很好吃 当然 比如你说香港出名的五人月饼 人里 是吧 那些很棒 吃完就入医院 我不会一个人吃完十二网 最少都要十二个人一起分 一人吃一个网 一人吃十二网 一人吃十二网 怎么吃呢 是吧 这些是大家开心地分享的 是吧 最后就说完这一宗 这部电影我都